我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承認 不懂 但是我們知道的就是香港其實一直都有紅貓的 現在最近多了兩個嬰兒 可能遲些人會多兩個大的 大家是喜歡紅貓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以為香港從來沒有紅貓 因為一直都有紅貓的 也都有人去海洋公園看過它的 但是你說怎樣用紅貓來搞活的經濟呢? 有些人說做紅貓餐 我說我不知道紅貓吃什麼的 那你是不是想做紅貓吃的東西 叫香港人的餐廳或者茶樓去供應呢? 我都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我真的不敢置評 如果是真的有一些好竅 但是很多人現在經常覺得香港就是沒什麼辦法 所以呢 為什麼呢?那些人又不消費 如果不消費就令到很多東西都很蕭條 還有經濟就很沉 現在看到呢 我們都說過那些職員 職員就跟政府說他們沒什麼生意了 很擔心他們要裁員啊 要減薪啊那樣東西 但是如果職員沒有生意呢? 因為他們最牽頭去設計的嘛 那他們都沒得做了 那接著你哪有人去建呢? 你建屋那些啊 工程師啊 或者其他工人 還有什麼工作呢? 那另外呢 那些人就很吵 那林健鋒都在那裡哭啦 就說那些銀行呢 就下雨收遮 就不借錢 那金管局就出來說 就說沒有啊 我們都說叫他們給一些個案 都沒有收到個案 那我希望有這些個案那些呢 就麻煩快些給他們啦 就是因為呢 仍然有些是叫做零售界啊 就算建造業都說呢 他們知道有些公司呢 是被銀行呢 是逼得很緊要 但是呢 政府又說跟他們談了那個三月 出了個方案就說 總之就算你那間樓是跌了的 但是如果你的人呢 是可以定期還款的 都不會 都不會呢 是下雨收財的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是怎樣啦 那些人又怕銀行收回它 收回它就沒有了 要破產的了喔 那那些食肆 也都說沒有生意啦 因為那些人就嫌香港的食肆貴嘛 要去其他地方那裡吃嘛 那零售也都沒有生意啦 又說現在香港人又不是怎麼去買東西 就算來香港玩的那些人呢 都不是那麼喜歡去買東西的啦 那所以呢 大家面對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所以你說紅貓是不是救得到 那如果救得到當然好啦 我相信各方面都希望是幫到手啦 但是有些人就要問政府幫忙的時候 那政府又說明天會更好啊 那那些人說 那些職司說 喂 我今晚都過不了 怎麼會明天會更好呢 那然後當局又說 不是啊 明天的經濟會好的啦 那當然好啦 但是你要幫我過了現在才行的 現在才是八月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裡談的時候 我們都聽到很多市民呢 是很擔心 還有如果你在街上看呢 是越來越多吉舖 那所以呢 那些人就真的很憂慮 又怕著沒有工作 又怕著減薪 那所以呢 如果紅貓真的幫得到 那當然發達啦 我希望紅貓會出來 就是誰有些什麼招式的出來說 令到那個經濟會有起色啦 現在其實呢 之前也有說啦 很多街店呢 都撿啦 那些傳媒都補到很多啦 那些照片也很多 都可以看得到啦 但是蓉蓉紅又說 不可以 因為 單一一間戲院建議在這裡說生意不好啊 那你怎麼看呢 哎 他就真的很多人都和我吵啦 就算你說不要說很多什麼其他結業 就算是戲院結業呢 這個當然不是只有一間啦 這個是最新的一間而已 之前都不知道有多少間結業的啦 那所以他就這樣出來說一句說話 好像全香港從來都沒有戲院結業的 現在有一間結業就不要說這麼緊張 那事實當然不是啦 那其實那些業界啊 我希望他們會出一聲呢 就是不要說一出聲又說煽動啦 又說 你要給市民去表達一下 那有些人也都跟我說 他說 喂 為什麼那些議員 議員是不出聲說話的 當然有些人說 喂 現在放假啊 現在暑假啊 有些人就會說 如果你的經濟不好 就不是等你暑不暑假 就是如果你是有個職位的 市民都會希望 期望 在那個困難的時候 那些人會出來去說一些說話 不是說只是批評它啦 政府說要有些建設性的東西 那些建設性的東西給政府 告訴它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可以令到這個情況是改善 那我以前也提過 我說如果要香港的情況 因為現在呢 繼續也都有人走的 不停也都有人跟我說呢 是一直有人走 那就是因為那個氣氛嘛 那我們是不是都要想一下 除了熊貓經濟之外 是不是都會令到那個氣氛是比較好一些呢 那當然你說氣氛好什麼鬼啊 你走去看那個國安展覽都被人罵到那隻狗那樣 那就是糟了 就是這個就是香港了 你看看國安展覽 你都被人罵的 為什麼那個氣氛會搞成這樣的呢 我從來都不相信啦 大家永遠呢都是坐河漢界 永遠都不會談的 看到呢 如果最好有刀就拔刀出來談 就是怎麼可以這樣的呢 這個社會 那所以就是有些人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有才有勢 你當權派那些人是出來是友善一些的 和善一些的 去將那個氣氛搞得好一些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會好咯 而不是這方面好像殺氣騰騰 那方面也是很生氣 那就是這樣咯 它撕裂咯 很多人都說的 社會是很撕裂的 這麼撕裂咯 那怎麼搞啊 大家怎麼會很開心去慶祝啊 所以我覺得經濟也好 政治也好 民生也好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炒一碟 都是互相影響的 那我覺得就是有權有勢 有才有勢的那些人就應該去盡量做些事 就不只是說識人就好過識字咯 我相信識字當然要緊要啦 我們是希望我們這些年輕人是有受到很優良的教育 就不需要父母帶他走的 但是識人 我也都不會反對人識人 但是不要把兩樣東西還給 就好像說識人緊要 就不用識字了 這樣嗎 那我希望就是我們社會那些 就是跟別人說那些 怎麼說啊 就是我們宣傳那些 你說叫口號也好 你說什麼都好 就是宣傳一些比較正面一點的東西 給年輕人看 一定要認識多些字的 要讀好書 專心為社會 為國家做事嘛 其實你覺得造成這樣社會的施力 是不是官員啊 政府那邊要負大部分的責任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要負些責的 好像我現在被人罵成這樣 誰負責啊 是不是 但是我剛才說的就是說 當你是有才 有勢 你的能量當然是大一些的啦 你去做些事情啊 或者叫人不要做些事情 好人都怕你啦 就是你自己要出來去做些事情給別人看 是希望這個社會是可以和諧一些 政府大家覺得它是寬容一些這樣的嘛 而不是呢 這下又煽動 那下又什麼的 就不是這樣咯 不過當然政府又有它自己的想法 都說一定要永遠都是維護國安 也沒有人反對啦 但是不只是那樣的嘛 那個社會 那現在搞成這樣 哈 就是當然我們是很希望經濟 是可以有轉機啦 現在聽到這個商務局又出了聲明啦 說他們又會幫那些不同的受害的那些 那些庫主啊 那些公司啦 那些銀行也都會幫啦 那希望他們真的做些事情出來 令到我們在這幾個月 因為有些人說這幾個月是大限來的 可能出了很多出現很大的倒閉潮 就是我們希望不見到啦 但是我們也都希望 就是除了經濟方面 其它方面 都是要歡容些 歡和些 尤其是抓了幾千個那些年輕人 那是不是他們那些情況都應該盡快處理了呢 令到他和那些家人朋友都會安心些呢 會不會現在的官員都變成反駁派啦 就算民生啦 社會的問題他都要反駁啦 就像剛才你看那個容量行啦 人家說一間建議他就說不是差啦 接著金管局的話 不要妖魔化的colon啦 是不是個個都是用反駁 而不是好像真的聆聽啊 想出一些政策啦 幫助一些市民這樣 如果我又嚴厲一些批評 又說我是煽動的啦 就是唯一我現在要說就是希望 一 就好像他們說那些苦主要出來啦 然後他們真的可以找方法去協助他們 我相信這幾個星期 吵得那麼緊要或者林健鋒在那裡哭 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所以麻煩你拿了那些原因出來 跟政府說啦 就是如果拿了出來都是沒有人幫的 都是要結業或者要破產或者要什麼的呢 那時候就很大件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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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再也沒有 знает